又是一個不合運動道的犯規喔 等一下要看一下林俊吉給球完之後到底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阿啟在給球完是直接撞上了陳堅恩 看起來應該是給防守球員陳堅恩的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那在工程師教練團這邊是有一個比較大動作的抗議 我想今天的哨音對於兩隊都有一些 一些尺度上拿捏阿所以今天這場比賽我們知道絕對不是很輕鬆的比賽阿 嗯 哇這兩邊的GM是不是有一點火花 對 高潔總經理跟韓俊凱總經理 對看起來這個血流成河可能又有2.0的一個版本要出現了阿 不過這兩隊確實比賽張力在今年都是非常強烈的阿 阿啟的兩次罰球 今天罰球 倒是蠻有法文的